这一带啊基本上就是它最主要的这个建筑群了 这一面教堂 基本上有什么皇宫啊教堂啊什么博物馆啊艺术长廊啊都在这一片了 但是我现在不太敢用我的那个手机来导航因为垫不住 所以我现在导这儿的呢我往上可能回不了家了 就是碰碰运气了能走几个算几个能碰上几个算几个 总的来说就是我觉得这个城市非常非常具有这个艺术的这个维感 现在我现在去前面看一下 比我想象的要小 啊原来在那边 它这是两个对着 我建议啊这个布拉格这个城市啊最好是来两天 一天有点短三天太长了 两天正着好 我在这边应该是待了一天 其实也算算一算也算两天 但是我是晚上五点多到的 就是很多地方我去不了了 然后再一个就去了就照不了线 再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第二天明天我是早上 上午十一点的那个车 我那个地儿从来没去过我十点钟就给到那儿 这样的话呢 嗯 早上你八点钟起来四点钟到那儿就两个小时 所以 看起来是两天 其实只有一天 时间有点紧 啊这边是一个小城堡